台北县有一名国小老师被小六学生的家长指控 说他利用课后辅导的机会对女学生上下起手 有两个学生吓得是回家来哭诉 那么学生家长事后才发现 原来这名男老师已经不是第一次伸出狼爪 台北县又发生了一件信坛丑闻 在昨天中午有两位家长向自己孩子就读的学校投诉 因为两个小六的女生在课后辅导的时候 老师居然伸出狼爪对他们上下起手 有家长透露这位38岁的胡姓老师 在三年前就曾经逼学生互打巴掌 还让忘记带餐具的学生用双手捧菜饭学狗吃饭 有了这些记录校方居然还是不闻不问 本身有带一个科学社在学校里面 那有时候会利用课语的时间来做研究就对了 据我了解的话老师表示没有这回事 虽然被骚扰的学生已经调班上课 不过这名胡姓老师还是在学校任职 现在教育局也介入调查 如果一切属实绝对会严惩这名老师绝不款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